COSPLAY是ACG文化当中相当活跃的一种线下活动 人们会打扮成自己想要装扮的角色 以表示自己对喜爱角色的热情 也因为这个圈子逐渐的壮大 慢慢出现了一些知名的COSER 其中一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影片的主角 Keki姆Yumi 中文圈观众都习惯称他为蛋糕机 在2020年8月 蛋糕机参加了一个日本同人展场时 突然被一个不明人士上前雄爆 事后这位不明人士的身份 直接被网友们先抵 并给予最严厉的斥责 而他能否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这个跟踪狂的举动 顿时引爆了整个网路 接下来我将会述说 蛋糕机 Keki姆Yumi 跟踪狂事件的完整经过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我也看过国外的人讲过 但我还是想要做出这部影片 来给还不知情的人知晓这件事 可以用最好懂的方式 来了解这个事情的过程以及严重性 同样的帮我按赞订阅养成好习惯 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首先要先讲到蛋糕机究竟是谁 出生于奥地利的他先年29岁 只曾在网路上直播 以及出席各种cosplay的活动 而是因为玩了一款叫做 交响乐传奇的游戏 不知为何 这款游戏让他彻底对日本的语言 甚至是文化都攔起了学习的兴趣 跟很多人一样 蛋糕机是因为网路 对于日本的动画漫画 甚至是偶像歌手 都引起了浓厚的性质 因而开始接触一些日本的产物 时间回到2010年 正值14岁的蛋糕机 开始在Nikoniko上面发布影片 当时就是使用了蛋糕公主这个名称 开始网路活动 因为自己非常热爱蛋糕 以及有一个想要成为公主的愿望 所以才取名叫做蛋糕公主 当时上传了一些 自己播着Fakaroid或是早安家族歌曲 边跳舞的影片 非常有年代感 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otaku 也非常想跟日本人做朋友 15岁时蛋糕机通过一个日本娱乐经纪公司 Victor娱乐的选拔活动 结果顺利通过申请 成为他们公司旗下的歌手艺人 经过三个月的培训期 与其他两位日本练习生 组成一个叫做TJ的偶像团体 而当时2011年的Nikoniko上 竞争市场上完全没有像他一样 是一个会说日文的外国人 让他在当时的直播中 平均都有着1000至3000的观众人数 这同级人数在当时的Nikoniko来说 可以说是前5%的规模 如此特殊的蛋糕机 演以来的当时日本Playboy杂志编辑部的联络 想要在杂志的某一角 看灯报导蛋糕机这个人 不过查了查日本的Playboy周刊 有料 也被一家日本游戏杂志 用了半夜的篇幅专门报导他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一个15岁的人完全自学日文 独自勇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日本 到底谁给他的勇气啊 2013年因为他个人日本的牵占问题 导致他不得不停止在日本的偶像活动 在期间也有团圆因个人原因离开的团体 根据一个日本新闻的采访 2014年时 因为在外国JPOP舞者社区有影响力的人物 跟蛋糕机所在的Victor娱乐公司 怂恿他们跟蛋糕机解除合约 扯的是最后竟然还怂恿成功了 实际情况是如何并没有细讲 但这也影响到了蛋糕机 无法再继续寻找有关娱乐业的相关工作 我估计应该当时是有签什么禁业条款之类的吧 之后还参加了2013年Nikoniko的超会议演唱会 2014年的6月1号 蛋糕机宣布了即将退出艺能界的公告影片 趁自己遗憾公司在前一天停止合约 退出偶像团体后啊 蛋糕机将更多时间放到了经营自媒体上 毕竟他本来在网络上面名声就不小了 可以尝试看看不同的道路 尝试了很多种直播啊 也接受过当时红片全球的冰桶挑战 而所有让蛋糕机接触到cosplay的原因 15岁使了他啊 因为神是新世纪福音战事当中的明日香 头发本身就是中褐色的哦 又跟明日香一样会说德语 身边朋友又对他的cos赞赏有加 令蛋糕机决定啊 而开始研究cosplay的相关知识 2015年开始哦 他陆续展开了各种cosplay的活动 到了2017年的日本东京电玩展 日本最大的同仁站comicmarket 都能够看到他的踪迹 蛋糕机的cos还原度一直以来啊 品质都非常的高 因此慢慢累积起的本事 也分别在2018年2019年啊 发布了个人的专辑 之后就持续了网络活动到现今 OK我们中场休息一下哦 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啊 那就是你各位的超香教官13即将举办新衣装的绘图竞赛啦 奖金非常丰厚 由我来跟各位说明活动规则 需以军装为创作核心 依照军装这个主题自由发挥哦 风格分为一般项以及R18项 可重复投稿作品 但最后只会取一张作为获奖作品 但请切记请勿使用AI 奖项为首奖冠军2万新台币 二奖1万新台币 优秀奖6666元 人气奖取两名啊各获得5000元 还有个特殊奖项 瑟瑟人气奖哦 取一位获得7777元 百分之百由观众决定奖项落入谁手 报名日为即日起至11月12日子 人气奖啊将会在11月17号前哦 从双平台选出得奖者 11月18号晚上11点啊 将会在13的直播中公布所有获奖人 更多详情资讯以及报名连结啊 我会放在影片简介栏 想要参加的各位可得看仔细啦 各位绘师们请开始你的表演 那么接下来回到影片哦 进入了这次事件的主体 而就在今年2024年的8月 他遇上了一个他人生中最大的危机 跟踪狂 跟踪狂的社会案例啊 在任何地方都是层出不穷的 而这位跟踪狂啊 可以说是疯狂粉丝的代名词 他关注的蛋糕机长达10年之久 而这关注啊 可不是我们正常粉丝支持的那种关注 而是那种想要变成自己所有物的扭曲心理 接下来我会把整个事件的时间线哦 跟他事后在推特上面发布的 解释事件过程的语音推文哦 做一个时间线整理 2024年的8月11号 蛋糕机发布雷蛇推文 跟大家预告啊 自己将会带去Comicat的装备 说到自己已经有5年啊 没有到Comicat了哦 真是非常开心啊 终于可以参加了 8月11号晚些 上传了一张明日香的图片啊 预告自己隔天啊 将会Course明日香 也是他的经典Course造型 时间来到了隔天 蛋糕机到了现场后啊 在现场拍摄了几张照片 PO到了推特上 并跟粉丝告知自己已经到了现场 也可以让更多想要拍摄他的摄影师啊 知晓他的形状 所以 我认为我会不错 你知不知道 我会不错 我希望 给粉丝看我 我只是想要 做我的普通的角色 你知道吗 年轻时我会一直说 我会在场上去的景色 我只想要它是平常的 所以我认识了我去 所以你一定看到的 而这可能啊 也是让那位跟踪者 有了可以掌握蛋糕机位置的资讯 而接下来蛋糕机 在推特推文当中所说的一句话 进阶的告诉了大家 这个跟踪狂 并不是他本人第一次遇到 但基本上我来到 Komike 我认识了它之前 因为 它已经很久了 我曾经在这场活动 在日本 然后 我还没有想到这个人的存在 因为 我还没有给他 一个机会 我认识了一段时间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他现在 移动了 去哪里 然后 我只能留下来 我还没有想到 他可能会在那里 先记住这个关键 这时蛋糕机 已经在眼了的Cosplay聚集地 准备寻找拍摄地点 期间想要拍摄他的摄影师 也早已大拍长龙 拍完过后 他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有着至少20个摄影师 跟着他准备拍照 就在这时 因为穿着蓝色上衣的人 跨越了蛋糕机后方三角 最围围起来的区域 蛋糕机此时 并没有多想 认为只是一个 想要超进入的民众而已 没想到下一秒 这个蓝衣男子 直接往自己身上扑倒 并且以一个环抱的方式 将蛋糕机的身体 以及手臂手掌紧紧地扣住 最恶心的还不止如此 你可以从这张照片清楚看到 这位蓝衣男子 是面带诡异笑容的 不管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 绝对都只有恐惧两只 此时蛋糕机大叫了一声 将周围200公尺的人群 都吸引过来了 蛋糕机的蓝衣男子 经过一番拉扯后 影响到了旁边 一位Cos Towa的Coser 蛋糕机当场还跟 那位Coser立马道歉 这时大家才知道 蓝衣男子并不是蛋糕机 所谓的朋友 因为当时事情发生的 非常突然 谁都反应不过来 之后多位民众 立即赶来将两人拉开 我团团围住蛋糕机 避免他再次受到伤害 在民众以及蓝衣男子的对视中 蛋糕机说出了自己 已经被这个人跟踪多年了 这也是为什么蛋糕机推特语音 会说自己当时脑中的PTSD 再次发作 这次发作很快 他跨过路 跨过我 你当我说他抓了我 他并不是只抓了我脖子 他抓了我整个身体 跨过我 我正在想让他脱离 他仍然跨过我 抓了我 我还没有脱离 我一直在哭 因为这个男子 给了我PTSD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 而蓝衣男子在当场 说出了自己经常给蛋糕机发email和讯息 自己和他非常的熟 世界延烧后 网友迅速找到了该蓝衣男子的推特账号 他叫做Rick 而早在2018年的时候 蛋糕机都发布过推特 要求这位Rick 不要一直对自己做出骚扰的行为 而刚刚那些现场照片 是当时一位民众 西野命 在事发当时拍摄的 也在推文底下补充 说了当时蛋糕机 在事发后 虽然已经吓到快哭了 大家也都询问了他本人要不先休息一下 不过他也是迅速调整好状态 让其他摄影师可以继续拍摄 心想只不能耽误到其他摄影师的行程 最夸张的是 根据蛋糕机在事后解释 整起事件的推特语音中 表示当时他跟在场的两位警察求助后 警方却无法处理此事 因为蛋糕机并非日本本国的国民 需要去在日的奥地利大使馆才能够处理 简单来讲 就是需要先去大使馆告知此事 然后还要等到下次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警方才能够因为你之前有向大使馆通报过的记录 而开始展开调查 这我不知道这到底什么鬼政策 还要等到下次 事后蛋糕机也是推特上说明自己当时所受到的惊吓 假设当时那个人是有攜带武器的话 可能就会演变成更糟糕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 蛋糕机在网络上透露自己有遇到有心人士接触的事件 加上这次的事件就高达了三次之多 而这三件事都跟Rick有关 根据蛋糕机在推特语音透露 自己在多年前有次从东京成田机场下飞机后 就发现到了一个人不断地在跟踪自己 而那个人就是Rick 蛋糕机走了很长一段路 直到找到的警察才脱离危险 第二次是在蛋糕机去2019年东京电玩战时 又遇到了一个人不断地在跟踪他 甚至还试图想要亲吻他的脸颊 我操勒 变起来坚持要求蛋糕机要爱他跟他在一起 这种人你跟他说洗你已经没用了好不好 不啰嗦直接电死 第三次就是这次的事件 三件事都是出自于Rick之手 这整件事肯定有一队蛋糕机在整个日本行程当中 留下一个莫大的阴影 我真心觉得他不应该叫做Rick 叫XX声比较好听 当时发生后 Rick也在众人混乱之下逃离的现场 目前就要看后续他们会对Rick有什么法律上的处置 毕竟法律这种东西会牵扯到很多东西 不过我相信绝对恶人有恶报 你逃得了一时 但你绝对逃不了一次Ric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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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公开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愿意在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